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 启示录七教会中的萨迪教会 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一集 关于推亚推拉教会 还有附加的一集 这个留在讲完老底加教会之后 再上传 是关于推亚推拉教会时代的特辑 也就是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特辑 重新认识十字军东征 和圣徒辈出神迹满满的中世纪 我们先来看启示录第三章中档前三节经文 第一节 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 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安民你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第二节目的 第二节目的 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死的。 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第三节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 若不警醒,我必领导你那里如同贼一样。 我几时领导,你也绝不能知道。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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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对应着宗教改革时期的萨迪教会是一个深受主责备的教会。 主耶稣公开指出该教会的行为没有一件是好的, 而且看上去像是活的,其实已经死了。 这个话说的是很重的啊。 这句话事实上几乎是全盘否定了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和他们给教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因为主耶稣说,在父那里没有死人,既然是死人,那就是属于阴间和地狱的居民。 在受主称赞的士美拿教会的信中,主耶稣说他们看上去是死的,但事实上是活的。 而在萨迪教会这里正相反,看上去是活的,事实上已经死了。 宗教改革不但没有把天主教中坏的部分改掉,相反,却把好的方面差不多全部抛弃了。 我们在解说下面经文中继续解析耶稣基督是怎样一针见血的戳穿。 平临死亡而不自知,反而自嗨的教会的。 无论是当时的撒迪教会,还是撒迪教会所代表的宗教改革时代,第一节中的撒迪。 Sardis,这个是古代的一个著名的城市,原来是吕迪亚王国的首都。 据说呢,是因为位于盛产金沙的帕克托罗斯河边。 所以呢,有五条大路聚会于此,聚集于此。 所以呢,该地商业发达,经济繁荣,财富来得容易。 因为财富来得容易,所以市民懒散,而又自信。 用一句现代的话说,就是自我感觉良好。 在主前340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时候,解放了这座城市。 从此,这里成了一个重要的希腊化的城市。 在这个之前,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 这个地方呢,是崇拜阿尔特弥斯女神的中心。 阿尔特弥斯女神呢,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孪生妹妹。 阿尔特弥斯女神呢,也叫做月亮女神,对应着罗马神话中的戴安娜。 他和太阳神阿波罗是孪生兄妹。 在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中,他是猎人动物和传宗接代的守护神。 伊斯兰教为什么后来会用星和月,星月旗作为标志,这个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在中东和近东地区历史上,一直是月亮女神。 和金星,也就是巴比伦的伊斯塔女神。 中东和近东,一向是大女神的崇拜中心。 位于萨迪的阿尔特弥斯,也就是戴安娜神庙,是古希腊世界七大神庙之一。 比位于雅典的帕特农神庙的两倍还要更大。 在萨迪,同时拥有当时世界上在巴勒斯坦以外的最大规模的犹太会堂。 这里的犹太人,同罗马帝国的关系很好。 他们把自己的神和律法同凯撒崇拜,结合得天衣无缝。 一年公开敬拜一次,焚香敬拜凯撒。 其余的时间呢,在自己的犹太会堂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撒迪教会的基督徒,大多是在家庭聚会。 因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属于基督徒专门的教堂。 而当时的犹太人是把所有的基督徒都踢出犹太会堂的。 通常呢,是到富裕的基督徒家中,三十到四十个人为一群,来定期聚会。 主耶稣这个地方在第三节中说,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 我几十临到,你也绝不知道。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很奇怪。 但是,当时的撒迪的居民,非常确切的知道此话的含义。 那是因为呢,旅底亚王国的最后一位君王,叫克罗苏斯。 克罗苏斯。 这个是在主前的596年到主前的547年在位。 这是一位非常富有的君王。 他十分的迷恋自己的财富。 在古希腊和古波斯的文化中,克罗苏斯这个名字,似乎是一个有钱人的标志。 直到今天在很多的英语国家中,还经常会用像克罗索斯一样富有,或者是说比克罗索斯还要富有,来形容非常有钱的人。 当时,雅典的著名政治家和哲学家梭伦来访问旅底亚王国,学习世界历史的时候应该提到过梭伦改革,就是这一位梭伦。 这个时候,克罗索斯就问苏伦,是否见过比自己更大的富裕。 苏伦就回答说,像孔雀这样的鸟的美丽,无与伦比。 克罗索斯听到这句话呢,很不受用。 他试图用一系列战胜敌人的领土的广大,来打动苏伦。 苏伦仍然不同意,而且告诉克罗索斯,说他见过的最幸福的男人是雅典的一位农民。 苏伦说,这位农民努力工作,养育了一个家庭,对自己的财产感到满足。 这个时候,克罗索斯国王以此为侮辱而打发走了苏伦。 此后不久,克罗索斯国王迎来了他的命运,因为波斯的居鲁士大帝攻陷城池,而自杀身亡。 撒迪城分为上下两城,卫城位于险峻的山上,一守难攻。 克罗索斯兴建了规模巨大的防御城堡。 居鲁士大帝攻打该城的时候,先是因为不能攻陷城池,而改城将其团团围住,等待突破的机会。 后来一天夜里,有一个波斯士兵在巡逻的时候,突然跌进了一个洞里。 然后他就继续顺着洞往下走,竟然发现了进入城堡的秘密入口。 于是,居鲁士大帝就洋装攻城,将城内的所有的敌人引到了城的一边,然后派兵迅速的沿着密道进入城内,打开城门,长驱直入。 同样的故事,后来又发生了一次。 当塞留古帝国的安提阿古三世进攻,当时是属于波斯统治的萨迪城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 也是攀岩而上,偷袭攻陷。 所以说呢,撒迪的居民根据自己的历史,确切的知道主耶稣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该城与主后17年,发生了大地震。 但是因为当时有比较贤明的皇帝提辟留的经济援助,很快呢,该城又被重建。 这个第一节中说,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指的是当时的撒迪教会,虽然是处境最好的教会,相比于其他的六个教会。 没有其他的教会所面临的压力,逼迫和试探,还有危险。 看起来生活也非常的富足,似乎也有行为,似乎有行为,但是事实上这些行为不是属灵生命的表现。 好像是活得好好的,但是其实已经有名无实,奄奄一息。 这个第二节中的你要警醒,这个警告,对于一个曾因自负懒散,而两次被攻破的城市来说,是具有特别的意义的。 灵性的懈怠也会葬送属灵的生命,撒迪教会应当醒悟到自己的危险光景。 但是很不幸呢,撒迪教会虽然还有一线希望,但这希望也是将要死的,将要行将就墓的。 打一个现成的比方啊,就好像是现色的伪总统拜登,就像拜登一展,一阵风吹来就灭了。 这个教会呢,既没有搞异端的热心,也没有兴趣为真理争辩,与世俗已经毫无分别。 所以呢,假先知,犹太人和罗马人都懒得碰他们啊,连迫害他们的愿望都没有,所以呢,他们生活的毫无压力。 今天也是有不少这样的教会的,啊,每个礼拜日讲起到来四平八稳,社会名声也很好,信徒过得也很安逸,但是正如主耶稣所警告的,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 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中的第26节。 因为这样的教会在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就好像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啊,这个就是在马太福音21章中的19节的这个比方。 这样的教会找不到主想看的任何的生命记号,乃是将要死的,西洋无限好,只是尽光昏。 第三节中说的啊,如同贼一样,比如出人意料,啊,这个在以前也曾经讲过,主再来的时候就像贼一样,啊,这个是在启示录第十五章中的第十五,这个是在启示录第十六章中的第十五节。 这个比喻对于在历史上两次被偷袭攻陷的撒迪城的信徒来说,是特别的提醒,啊,今天很多教会就像撒迪教会一样,既没有逼迫也没有异动。 也没有犹太人的脚扰,但却是垂死的教会,对于这样的教会,唯一的希望就是警醒,啊,这个在第二节和第三节中提到了两次,而警醒的方法就是不断的向自己宣讲,起初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这个是在第三节中。 奇事录第三章的第四节,然而在撒迪,你们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 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它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重使者面前认它的名。 第六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He that has an ear, let him hear what the spirit says unto the churches. 在前面的几集中,讲到以福所教会。 异端和恶人是被恨恶和不容的,这个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的第六节。 到了别加摩教会,已经有人服从了一端,这个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的第十五节。 到了推雅推拉教会,更是容让假先知在教会里公然的教导会众。 这个是在启示录第二章中的第二十节。 然而到了撒迪教会,就只剩下几名还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 这个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 这个跟进化相反啊,Degeneration。 马丁路德,满圣经,竟然看不出一点点真理。 偏偏紧紧抓住保罗的错误教法的两行字不放,并且以此创立了画饼冲击教。 一厢情愿的把自己的门板刷上天堂二字,于是就进天堂了。 再打个比方呢,就好像把自己的毛驴头上刷上宝马二字,骑上驴仔,就是开宝马了。 因此呢,这块刷着天堂的门板,最后变成了马丁路德及其信徒的棺材板。 他们以为他们是很安全了啊,只要拼命喊着阴性称义,于是就安全了。 结果主在他们根本没有知觉的时候,突然来到审判他们。 主耶稣说,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啊,这个一真见血的就突破了宗教改革者,因信称义的自以为安全的illusion。 教会,若不分别为圣,持守真理,不力求在信心和行为上努力得救。 教徒若若没有分辨,只凭自己偏执的信念,只要在真理之地上出现任何一个乙穴,都会在行为上一泻千里。 教会,未曾误会,自己依附的,指的是分别为圣,明白真理,未曾听信,因信称义的错误教法,未曾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信徒。 虽然呢,撒迪教会只剩几名分别为圣的信徒,但是这个教会依然是主手中的七星之一,主允许七教会出现各种软弱和欠缺。 必定,正是要把那些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麦子,从那些污秽了自己衣服的拜子中分离出来。 这个第四节中,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这个是指,与主耶稣一起重回人间,征服世界,在哈里基多顿,从天而降。 这个是在启示录第七章中的第九节和启示录十九章中的第十四节。 当时的罗马市民参加凯旋仪式,欢迎得胜的罗马将军归来的时候呢,都要穿着白色的长袍,这个名字叫Toga。 配得过的,这个在第四节中,表明他们的行为是与新耶路撒冷居民的地位相称的,所以配得参加基督的凯旋。 当时呢,所有的希腊和罗马的城市都有正式的居民的名册,被驱逐的人将要从居民名册上除名。 生命册比喻着新天新地的居民名册,认他的名,这个在第五节中,指的是主耶稣将承认他们在新天新地作为居民的身份。 使徒保罗强调信心,而使徒约翰更指出,信心会带来得胜。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得胜就是对主忠心,是重生的记号,真正的信心只有从得胜中体现出来,否则都是假信心,都是一腔一香情愿的信心,是在门板上刷上的天堂二字。 圣灵召呼七个教会的得胜,这个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中的第七节,十一节,十七节和二十六节,还有在启示录第三章中的第五节,十二节和二十一节。 原文的文法都是用了现在分词,现在分词,这个表明忠心的信徒应当持续得胜。 持续这种努力一直到最后一口气,即使其中有失败和软弱的时候,也应当屡败屡战,一直到最后和理想我完全统一。 这个就像呢,举过数次的例子,圣奥古斯丁从18岁开始向往光明,一直属灵征战到33岁,完全巡浮和归顺了主。 这个期间有过非常多的痛苦振扎,但是这场属灵战争,只能坚持下去,才能最终得胜。 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这个是在启示录第二章中的第七节,第十一节,第十七节和二十九节,还有启示录第三章中的第六节,第十三节和二十二节。 就是主耶稣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主耶稣向七教会所说的话,都是针对每个教会特有的特点的,但是同时也是针对历史历代的所有的教会的。 主耶稣对七教会的称赞,责备和要求,都是他对众教会的心意,也是直接对每个信徒的要求。 这个第六节中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表明呢,许多人有耳听不见,听见不明白。 这句话在每封信中都出现,可见主耶稣是一再强调的,在启示录第二章中的第七节,十一节,十九,十七节,二十九节,和启示录第三章的第六节,十三节和二十九节。 主耶稣在世传讲福音的时候,也是经常这样提醒人的。 但是呢,主耶稣说,有耳可听的,这个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中的第十五节,和马可福音第四章中的第九节, 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中的第三十五节,这个是用的夫术,啊,这个指很多人的耳,这个是向众人说的。 但是,在所有七封信中的耳却是单数,这就代表呢,是圣灵对历世历代每个信徒的个别提醒,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下期再见。